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短短半个月内台湾的11支职业篮球队再次分成了两个联盟 新成立的台湾职业篮球大联盟有7支球队 而之前的台湾男子职业篮球联盟只剩下4支球队 这场分裂发生在赛季开打之前 4强已经预定冠亚祭奠的名次也已确定 排除掉半职业化慢慢示威的SBL联赛 台湾之前的正规职业篮球联盟有两个 第一个是由陈建州于2020年创建的PLG联盟 包括台北富邦勇士 新北国王 桃源领航员 新竹工程师 福尔摩沙台新梦想家和高雄钢铁人这6支球队 另一个是2021年成立的T1联盟 目前由新北中信特工台皮永风云豹 高雄全家海神 台北战神和台南台岗猎鹰五支队伍组成 在短短几年内这两个联盟通过娱乐化商业化的线上和线下玩法 成功炒热了明星和球星的话题度 迅速吸引了大量年轻球员的关注 像高国豪 吴永胜这样的中华台北队主力球员都在PLG联盟效力 而考新思等外援的加盟更是为T1联盟带来了现象级的热度 门票一票难求 赞助也是满负荷 甚至詹姆斯都有所耳闻台湾的T1联盟 然而一个联赛中球队数量过少确实存在问题 在T1联盟的常规赛阶段 每支球队需要与每一个对手打7场比赛 类似于NBA远古时期 大约70年前NBA共有8支球队 每支球队常规赛要与同一个对手打8至12场比赛 季后赛首轮必须有4支球队参加 这不仅影响比赛质量 也减弱了观众的新鲜感 此外 两个联盟之间争夺球员竞争市场 只会加剧台湾篮球的内部竞争 关于两大联盟合并的呼声此起彼伏 上个月 新北国王的老板王文祥 在刚夺得PLG冠军后 刚呼要建立统一的大联盟 台湾篮鞋乐剑骑成 在简罗密鼓的协商后 王文祥于6月22日宣布 我们即将成立新联盟 已经获得两个联盟共9支球队的加盟意向书 未来还会有一支东南亚球队加入 四天后PLG联盟会长张思汉 也与各队代表达成协议 眼看形势大好 新赛季将在年底24-25年间尽未分明 但不到一周新联盟便面临了变数 7月1日 新联盟决定从新赛季开始禁止 外籍生参加联合选秀 而那些合同上未到期的外籍生 则可以保留原身份参加至25-26赛季 这一决定与PLG在6月初公布的选秀规定截然相反 立即引起了外籍生强烈反对 也成为新生联赛内部分歧的导火索 这里解释一下 所谓外籍生就是还没有拥有 台湾地区护照或身份证的外国人 他们在台湾高校就读 年轻时连续打满2-3年的高中和大专篮球联赛 就能以外籍生身份参加选秀 独立于本土选手和纯外员和华裔球员 亚洲外籍球员与规划球员一道 属于台湾联赛中的第三类球员 从中立角度来看 台湾的外籍生组成非常复杂 其中许多人为了提升生活水平来到了台湾球学 他们的篮球水平普遍高于台湾本土学生 甚至有些人拥有显著的天赋 因此他们的存在给台湾联赛带来了许多挑战和变数 在合并之前台湾各个篮球联赛对于外籍生的身份和三赛方式 有着复杂的规定 最早引入外籍生的SBL层要求加入联盟的外籍生必须经过规划流程 但随着时间推移PLG和T1两个联盟迅速越过了这一门槛 他们不要求外籍生进行规划 而是直接让他们参与竞争 只在上场细节上进行一些限制 在PLG联盟中除了纯外员外 每支球队可以签下一名外籍生 而这些外籍生不受外援规则的限制 可以被视为本土球员随意上场 而在T1联盟中 外籍生被视为与亚洲外援同等的第三类球员 每支球队限制签下一名 且他们的出场受到外援制度的限制 尽管在2023-24赛季这一限制被取消 不同的外籍生规定自然导致了不同的选择 两个联盟并行举办选修和自由球员签约活动 这就像当年NBA和ABA争得球员一样 必然会出现激烈竞争的场面 此外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外籍生这一本身就带有争议的设置 开始引发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操作和事件 比如去年PLG的新竹工程师用状元签 选中了钢比亚前锋外籍生阿拉萨 然而工程师还没来得及高线 隔壁的T1云豹就用一番大活动抢走了阿拉萨 这一举动迅速引发了争议 因为云豹的操作正好击中了外籍生制度的死穴 他们直接以外援的身份与球员签约 跳过了两个联盟为外籍生设立的选秀程序 是啊 毕竟人家没有护照想以外籍生选秀就选秀 想以外援身份签约就签约 怎么做都合法 你能怎么办 现在新合并的TPBL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直接取消了外籍生这种复杂的中间身份 并禁止他们参加选秀 但是连人都知道这种一刀切的做法 几乎无法解决外籍生问题的根源 因为如果取消外籍生身份 这些球员就只能在外援的竞争中 和其他职业球员如考新斯等人竞争 对许多人来说 这无疑是剥夺了他们的生计和职业发展机会 于是远渡重阳在台湾高校打满数年的 外国球员瞬间愤怒了 虽然很多人读书这几年 钱也没少拿 7月2日 8名外籍生联合发表声明反对新联盟的规定 并在视讯现场联合抗议 使局势变得尴尬起来 尽管新联盟发言人强调取消外籍生制度 是11支球队共同讨论的结果 但不久后 富邦勇士 桃园 领航员和高雄钢铁人公开表示 不赞同取消外籍生制度 7月8日 新联盟再次召开会议 会议分为一度非常紧张 联盟甚至要求未递交入盟异象输的球队离席 结果表态不满的三支球队 立即宣布退出新联盟 并计划自行举办选秀 一天后 台纲猎鹰也跟随他们的脚步 从第一联盟跳槽到PLG联盟 于是新联盟的队伍从11支缩减至7支 剩下的4支球队重新回到了PLG联盟的怀抱 使得局势再次陷入僵局 联盟合并的过程可谓一地鸡毛 新联盟发布的官方声明 也假象待棒地表达了复杂的情况 在三次筹备工作会议 及无数次线上群组讨论中 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和相互尊重的态度 欢迎所有队伍表达意见 并在每次必须做出决议之前 再三确认和询问 然而即使我们采取了这样的做法 最终的决定仍引发了不同的解读 最终11支球队减少至7支的结果告诉我们 台湾直篮在团结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至于矛盾的核心问题 外籍生新联盟坚持了之前的决定 没有外籍生的球队可以再签一名外援 但外籍生不再享有特殊身份 而是与其他外援球员一样对待 今年的外籍生新秀也无需参加选秀 可以直接与新联盟球队达成协议 这意味着新联盟重新进入了 和其他联盟争夺球员的竞争状态 看起来TPBL的外籍生制度变动是一次妥协 他们试图取消外籍生的特殊地位 但这与已经形成的外籍生利益链条发生了冲突 显示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而如今闹着分扎的富邦勇士钢铁人和台钢猎鹰 都是各自联盟的倒数 只有领航员是PLG强队 现在这四家凑一起就像是森林郎和活塞黄蜂爵士 组了个新联赛 新赛季的PLG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不仅是外行人 即使是圈内人也不敢接受这样的混乱局面 在7月14日PLG的会长和执行长纷纷辞职 副会长陈建州不得不临时牵手 并发布了与林书豪的合照 表达感谢你愿意回来的意思 暗示林书豪可能要回归PLG 试图在这个动荡时期安抚人心 合并的闹剧最终匆匆收场 短暂的融合带来了更大的分裂 留下了一地鸡毛 球评人和粉丝们瞬间在批评声中 表达了对这一局面的不满 台湾篮球本身就根基薄弱 亚洲赛场的表现也陷入低谷 中华台北南篮在今年2月的亚洲杯资格赛中 被菲律宾暴揍53分 而女篮则在主场比赛中 两次输给日本U22决生队 两场加起来一共输了103分 尽管内部问题似乎有所解决 但败在了利益纠葛和急功近利之中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 正是问题的根源 混乱似乎是台湾篮谈的常态 早在1994年 中华职业篮球联盟成立的时候 就因为发展过快 规划不足而遗憾收场 98年与东森电视台发生合约纠纷 短短一年的转播费亏损 就让联赛被迫停摆 2003年台篮看不下去 共同推动超级篮球联盟SBL成立 这个半职业联盟有9支队伍参赛 吸引了林志杰 曾文鼎等台篮主力球员 热度迅速增长 但与此同时大陆篮球也在升温 CBA对港澳台球员的开放态度和高薪诱惑 让SBL主力们纷纷北漂 加上长期运营不善 转播和营销权外包 2017年官网还没建立 球迷和赞助商连联赛信息都找不到 职业化赛事与半职业联盟的冲突 SBL的组织架构问题和台湾CBA如出一辙 混到现在SBL只剩下了四支球队 所以严格来说 台湾现在有17支职业篮球队 凑出了三个联盟 在光鲜亮丽的台妹拉拉队和商业化营销背后 是台湾篮球根基薄弱 山头林立 规划混乱的晦暗现实 各方势力各说各话 篮协官方影响不足 特立补丁星罗旗布 篮坛仿佛正坛 逐渐娱乐化 草台班子化 评价而论 TPPL的建立多少算走出了合并的一步 如今并行的几个联赛 曾经声响最大的PLG 反而麻烦最大 新联盟会长端瑞雄表示 明年一定会努力把四支队伍找回来 从更广的视角来看 这几年的分分合合可能都只是 台湾直篮大联赛的酝酿前奏 毕竟只有把蛋糕做大 才有更多的盈利空间 对长期惨淡经营的球队老板们来说 这才是最大的共识 这才是最大的共识 啊